像比如说我有遇到一些很优秀的 也很有钱的 像医生什么 你就是没有办法产生那种感情 你就不会因为 我也不会因为钱而去 怎么说 决定我的婚姻大事 决步 我觉得这感情的东西是很奇妙的 可是我喜欢 因为我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喜欢的东西都是 比较平稳的 没有风浪的 包括人 我觉得只要你给我这种感觉 我看到未来有希望 我才会决定跟你在一起 我之前有一个 我的钱度男朋友 对 我觉得他所有的条件都很好 我不晓得为什么最后我们还是分开 因为可能他离过婚吧 然后他又对我有很多的顾忌 因为可能觉得说我们是在这个 娱乐圈的 也是动众人物 对对对 然后觉得很多的 就很多负面的一些印象 我觉得 令到他们不愿意再继续跟我在一起 我觉得 大概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个案 因为我很想要跟我在一起 是我不要跟他在一起的 我觉得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我给男生的感觉就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真的是比男生还要男生 不是我故意的 就是我本来的性格 可能我是大姐 所以我很会照顾人 所有的事情 而且我的人 我的个性 我做什么东西 很细节的东西 我都要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我观察 或者是我做一些事 我都很细微的 我都会把它做得很好 即使是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他们可能也没有 像我这样子 所以男生跟我相处以后 他会觉得很害怕 而且我的个性比较急 我的脑筋也转得很快 我不会 好像我比如说 我一想到这个东西 我就会马上去做 然后在做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 我要怎么去改变 要怎么这样 赶快达到目标 所以我很讨厌人家婆吗 而且我很讨厌人家 什么事情没有先想好 就讲不可以 不能 我觉得没有 没有什么能和不能的事情 是你要还是不要 那其实一直以来 你对于自己的生活上 你有一个信念 就是说觉得自己是 非常有自信 然后有才华 对 那这一方面 可以不会谈一谈 我觉得我很有 为什么我会这么有自信 什么 当然很多 有些东西我不会的 没有关系 我觉得说很多东西 是可以学习的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 一个信念就是 我一直都觉得 自己是一个千里马 可能在大家不同的领域里面 但是我在 我每一次我要做 任何的一些事情 我在我的这个岗位 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觉得我就是最好的 我就是一匹千里马 那我什么时候 遇到这个博乐 一点都不重要 什么时候出现 我也不是很在乎 但我就是 时时刻刻准备好我自己 当你觉得 有一天 我会让你觉得说 你跟我相处 或者是在办事情的时候 我会让你 有一鸣惊人的感觉 我常常会觉得是这样子 今天非常感谢 佩佩来到我们 《明人访谈》节目当中 也让我看到 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主持人 他所散发出来的那份自信 在舞台上 就真的需要这份自信 谢谢佩佩 谢谢